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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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见过 今天卑职能见到先生 听先生教诲 那实实在在的三生有幸啊 二位上差 请 那我不惯做酒 先生 这可是朝廷的规矩 怪不得 那坏了下官我担待不起呀 我也去一下 好 好 来来来来 再来一杯 再来一杯 来来来来来 接着喝接着喝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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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为陈先生接风洗尘 孙道台 你是这儿的最高长官 要多敬几杯啊 把咱们淮安段这点冤情 好好的诉一诉 不 陈先生 淮安穷 这老百姓啊 他除了骨头就是金 那淮安的官员也穷 他不像江南那些地方 他放个屁啊 都能有裤裆 咱们淮安的这些官员 可都有年头了 跟皇上说 大家伙没有功劳 有苦劳嘛 对 对 孙道台不剩酒力啊 这第二杯呢 我替他喝 公爷 来来来 公爷 来来来 请请请 鸣相让我来检视白良建大坝 多谢诸位的厚爱 我看这接风也差不多了 赶紧去坝上吧 鸣相关心国事 是非我等之楷模呀 是啊是啊是啊 就是啊我等之楷模呀 只是天色已晚 挨良建山高水险 就算下官想陪先生去 这个时候也没个赶车带马的人呢 是啊你说 陈先生年轻有违 前途无量啊 陈先生心比天大 德如海参哪 少年得志 真真正正的俊杰之才 俊杰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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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干 来来来来 请 请 这何都府啊烧得只剩下后院了 您就在这儿委屈一下 陈先生 还有需要什么布置的吗 金大人 明白明白 下官心里都明白 明日一早就去坝上 万万不能再耽误了 这个自然这个自然 今天河道上的那些官员见到先生 都万分高兴啊 这场倒霉的水灾啊吧 大家伙都憋疯啊 这该说的不该说的 都往外掏 陈先生啊 您别太在意啊 我是来看白良见大坝的 他们说什么 我只当没听见 先生真是体谅我们这些 织目率都大的小官们哪 明天一早 我和华丸段所有官员 在坝上功宁先生 那就最好了 金大人早点休息 别误了明日的正事 先生家居何处啊 改日再聊 父母尚在 改日再聊 有兄弟否啊 真累啊 装了一天孙子 还碰见个二百五 油盐不尽呢 老爷 这不新鲜 哪个当官的一上来 就能承认自己贪哪 他装也得装两天不是啊 这小子是个书呆子呀 不好办啊 给钱不要 那就给女人呗 您想想啊 她 二十多岁 火力正旺呢 只身一个人在外边 她能不想啊 你以为都跟你一个德行吗 她就是不想 难道让老爷我热脸贴她冷屁股啊 这由不得她不想吧 哪有那么多的柳夏慧呀 茶不错 尝尝 这都什么时辰了 不是说好的某证吗 是 你家大人呢 先生 百粮剑她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 水灾时节 难民游荡无浊 良有不齐呀 有那打家劫舍 匪盗奸淫之徒 到处惹祸 这不今儿早上 百粮剑周鹏就被抢了 听说还闹出人命了 我家长大人 火的其他人呀 天没亮就奔了坝上 在那儿镇压暴徒 维持秩序 到现在都没吃饭哪 对了 我家老爷让我跟您说 看坝的事 咱等明天 等明天 我是来看百粮剑大坝的 不是来你们这儿骗吃骗喝的 是是 背马我自己去 先生 先生 使不得呀 您要去看坝 谁也不敢拦您 那真的出了事 万一有什么差池 那就捅大娄子了 我家大人他担待不起呀 不用他来担待 我自己去的 有什么事不怨他 先生 您就不能为了我家大人的前途 着想着想 为了我的狗命着想着想啊 我要是让您去了 我这狗命就不跑了呀 金文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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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回来早见 晚回来晚见 先生要见 我家大人怎敢待会儿 行行行 你走吧 是 先生 您要是闷 随我去园子走走 好 先生 这是官技馆的戏子们在练戏 准备赢架 要不咱过去看看 不用 停 错了错了 我昨儿白教你了 狮子是入生 你怎么唱成平生了 狮子连枪是平生 谁教你连枪了 下次再做 看我打你不 我哪儿记得住吗 你还以为你是大小姐啊 这回不打你 管你下回 你别打我 你给我回来 回来 你给我跑 你再给我跑 先生慢来慢来 瞎了你的狗眼了 钦差大人在这儿 你瞎诈唬什么呀 免礼 不妨逝 过来过来 好 大蓝 陈先生在这儿 还不赶紧请安 陈先生万福 免礼免礼 行了 回去好好练 练好了就没人骂你了 知道了 回去 再次 不仅此外 我给你做了 我给你做了 证据 拿着 我给你做了 便不如你做了 尝试 我们不仅想来 不仅想来 找你 紧想来 人哪 进去了吗 刚进去 您哪 再稍微等会儿 让这小子捡了一个现成的便宜 老爷我惦记柔啊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这夫人看得实在太紧 您放心 一时半会儿啊 成不了什么没事 你说 他要是不上钩怎么办 您管他上不上钩呢 门一踹 就算柔儿他在这儿坐着 咱不是也得参叹一个 不守官场勾引官计 胡作非为之罪吗 您想想啊 半夜三更的 男女共处一室 他能有什么好事啊 起开 起开 人哪 这 不是 怎么回事 人哪 我这要问你呢 人呢 人 你不说人进来了吗 他是进来了 这 这 这人生地不熟的 能去哪儿呢 别是你 把人藏起来了吧 你那么有兴致啊 自己找吧 他让我找 找去 不是 辙 有没有啊 老爷 床底下他没有啊 那人呢 我估计啊 芭城这小子尿急 他 这么热闹啊 金大人 我去花园赏月了 没尿急啊 你怎么跑到我床底下了呢 金大人是来找我 谈明天去霸生的事情 对吧 对对对对 那怎么随身还带着小关机呢 我 我 陈先生 您先休息 我明天早晨一定准时来 不可再悟了 您放心 绝不会再悟了 走走走走 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差点把老爷我搭进去 事物 纯属事物 勾咬尿炮 空欢喜一场 还想把人家搬倒 什么东西 老爷 这事 他有蹊跷啊 只有您跟我 还有柔儿咱仨知道 您不说我不说 会不会是那小丫头 他能捣什么鬼 他爹死了 家人都流放了 连个撑腰的人都没有 他能掀起什么浪来 他跟那二百五之前也不认识啊 咱还许着他脱奴极为民 他敢不尽力吗 那 那就是 那小子太惊 这表面上看着啥 这以后 我 甭说以后的事 这明天 非得去白亮见大坝不可了 到了坝上 咱肯定露馅 你就说怎么办吧 那 事到如今 反正不是他死 就是您活 这一时候 您不能心思手软哪 让这个姓陈子出点什么事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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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百姓的房子都冲回了 除了这淮河水 还有黄河水 这两样都是货汉 从这里往北 是黄河中下游 运河的水全靠黄河之意 枯水时节 黄河没水 运河也要断流 运河断流一日 一厘米都运不到北方 江北马上物甲飞涨 断流十日 威王并解 你老兄 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我再问你 这次我从停尸一路南下 看见运河涨水 也冲坏了不少房屋运铁 依你这么说 运河也是祸害了 我 你老兄身为黄河 还原断的河道主室 难道也是个祸害 先生怎么能如此说呢 等会儿 这是哪儿来的土 这是哪儿来的土 先生准备说笑啊 这土嘛能从哪儿来的 这是老百姓田地里的土 你拿来筑坝 他们怎么种地 那不筑这道坝 早早就淹了还种什么地 这是熟土 熟土不能筑坝 你是何物观言 这点常识都不懂 这个土种过庄稼 就没有粘性了 大水一来就成了泥汤 你这是纸糊的霸 我 干过去干过去 先生 先生 相关我是一时着急啊 我把自家房子跟衙门 都拆了住吧 先生 您看我成心回家 先生 您就帮我说两句好话吧 今年秋天雨季一来 你这道霸一冲击坏 你就不怕朝廷怪罪 你有这个心劲 为什么不去修高家宴 我 在白梁建筑坝 是谁的土 我把老百姓田地里的土 霸占了来筑坝 你当的好官哪 我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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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随我来 随我来 先生 你这是干吗 你这是干什么 您就是我下官吗 我连个官都不是 你跪什么跪 先生 您在下官心中 早已如天一神一般 青年有为父 行行行 你别过来这套 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下官知道 这熟土它不能住坝 可这户部它迟迟不拨银子呀 高家宴无力修复 官府再不做出个样子 下面百姓闹起来 下面百姓闹起来 地方治安不稳 我这脑袋我也保不住啊 因此 只能出此下策 我这真真正正 是被朝廷给逼的呀 逼的 朝廷根本没有认真治过河 一个户部要银子 就三推五组 一旦绝口 逼得河都王光玉大人自尽 株连三族啊 大小和务官员 各个吓得心惊胆战 先生 你今天给下官指条活路 不然我就一头撞死在这儿 我大小能落个全尸 你真肯听我的 但有所命 万死不辞 你先起来 你把这道罢拆了 所欲石料木桶清理出来 运到高家宴 我亲自调学 能补修多少就补修多少 能做到吗 能能能 下官马上就去办 您先回衙门休息 带下官把坝拆完了 再陪先生 来挑选石料木材 你就不会敲门进来吗 这是我的鬼房 我想怎么进来就怎么进来 你是 我爹自杀以后 这些房子就一直空着 我有时候偷偷回来看看 还幻想着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现在你这个臭男人住进来了 我也没什么可想的了 你是王光玉的女儿 怎么会在这儿呢 我闻说 我只能出现 你也不让我 你千里 我 你不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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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你 基于义愤 难以弹压 封 蜂拥而上 等会儿 皇上派来的人 被灾民打死了 能这么写吗 他把坝拆了 反正也是个死 这好歹朝里边 还有人替您说话不是 谁说什么朝里有人好做官啊 那些当大官的 根本不把我们这些小官 放在眼里 有罪让我们顶 高兴了就喂我们一口 不高兴 你就是死在他面前 他也不多看你一眼 这朝廷还派这么个二百五来 这不要诚心逼死我吗 那 那是有点诚心了 不管了 就这么写 明天就派发出去 东 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吗 知道 知道 事成之后 重重有赏 咱们哪 中子当头 勇往直见 勇往才能直见 不用了 就不值钱 让我们拆了白梁剑的罢 是诽谤剑大人 是 是 是 兄弟们 让我们撞开门冲进去 打死他 暴霄剑大人 是 真是 老闹 是 惊大人 老闹 打死他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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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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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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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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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哪 人哪 跑 跑 跑了 怎么让他跑了 你们一个个酒囊饭带 用得着你们的时候 没有一个经用的 四处搜过吗 搜了 老鼠洞都掏两回了 没有啊 还在这儿跪着干吗 给我去追 四处追 是 快 走 快 老爷 老爷 二位御前侍卫 在正厅等着您哪 就是我不在 让他们等着 老爷 还有 还有什么 关你娘的臭鸭蛋 老爷 关机关 跑了个关机 你 你知道破事也来喊我吗 这么大个烂摊子 我怎么跟皇城交代 怎么跟二位御前侍卫说 您知道跑了那位关机是谁吗 谁呀 小姐 坐下来歇会儿吧 前面又进城了 小姐要去哪儿 我送小姐过去 我还得赶着去复命呢 竟然想在到处找你 何都府你是回不去了 你要去皇城那儿便礼吗 是啊 皇城要是问你 可曾拐带一名关机逃走 你怎么说呀 是啊 金文祥在白梁建筑坝 四方的灾民靠出宫正份周痴 你把他们的活路绝了 引起骚乱 何有此事 有 我看你聪明伶俐 原来是个绣花枕头 我问你两句你都认罪了 怎么去遍礼呀 何况金文祥那种狗官 一定买得人证物证俱全 陈大人 我看你是自身难保喽 金文祥就是再有手段 也不能一手遮天吧 再说白梁建大坝说他就他 他这几句谣言 总敌不过大水 我怕他什么 陈大人 请问您是极品官啊 我就不是官 那朝中拥有哪一位大佬 肯舍命保陈大人清廉刚正 绝无逊私之行呢 没有 那陈大人您一定是和皇上 朝夕相处 皇上很了解您 也不是 陈大人您还是自己走吧 跟您回去也是死路一条 小姐 在下实在雨露万分 心机不及小姐百亿 还请小姐指点一条名路 就此逃走 无影无踪 那不行 并非我贪恋权势 而是皇上特加信任 让我去检视白梁建 君子言而有信 哪能一去不复返 再说这白梁建一旦驻成 秋迅一道 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我哪能为了自己的性命 就知此事于不顾啊 你还真是个君子 这可信你命送了 这事也办不下来 那也得回去 我教你一句 你们两个好大的胆子 让你们好好保护陈皇 人丢了 到底跑哪儿去了 回 回皇上 庐才可金大人犯病了 全程也没找到的 传闻他昨晚携带一名官妓 便不知纵影 官 是 皇上 皇上不必生气 像这种纸上谈兵的书生 终究不能成大器 下令官府沿途缉纳 明相有何建议啊 奴才怀疑 他身受皇上信任 怎么会为一名官妓 而自毁前程呢 奴才还怀疑 数万灾民 只凭陈皇一句话 白凉剑大坝不可休啊 就暴动闹事 这也太无法无天了吧 莫不是借着明相的名头 微扬跋扈胡胡作非雷 要借着我的名头 应该大大方方地把官妓带走 用不着趁着黑夜偷偷摸摸地逃走吧 名相还想保陈皇不成 不敢 只是诸多一处尚未查清 传旨 让金文祥明白回奏 喳 皇上 船马上就要到淮安段了 这外面还有好些官员等着召见 朕今天心情不好 改日再见 你们也归安吧 喳 皇上 陈皇回来交旨 陈皇 叩见皇上 起来 谢皇上 金文祥的奏报比你来得快 说说吧 白粮剑大坝绝不可除 金文祥用农田种过地的熟土铸坝 危害之大胜于高家宴 官妓怎么回事 那是王光玉的女儿 她自称是王光玉的女儿 还在皇上 也是我 在皇上手里有一本账目清单 上面记录了何无上上下下的官员 这些年贪赃修低的银亮数目 她要面称皇上 王光玉自杀之时 担心家眷不能保权 才留下这本账目 这本账目 感谢观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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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这儿 我真不知道是该来还是不该来 捣鬼的人心里才有鬼 你怕什么呀 他要见朕 朕这不就来了吗 我这人真当不了官 什么事情都没办成 还惹了一扇麻烦 把皇上还给连累了 朕对你寄予厚望 现在啊 会当官的人太多了 会做事的人少 这个柔儿要是可以把河道官员的 这一锅烂战给接出来 你这一次的功劳 力得可就大了 柔儿 快过来 你去哪儿了 皇上等你半天了 柔儿见过皇上 你胆子可真大啊 起来 坐吧 你在危机时刻救了陈先生 就冲这一条功劳 朕也要好好地赏你 皇上不必这样说 我救他是有我的目的的 金文祥那种狗官 害的人多了 我岂能兜救 你有什么目的啊 家父是替人受过 河道大大小小的官员 都贪污了兄弟银两 为何唯有我爹落得如此下场 皇上处事不公 柔儿 休得无礼 我现在是个逃亡的官计 走到哪儿都是要掉脑袋的 生死早就置之度外 可我不能看着家人受苦 那些真正贪污的官员 却逍遥法外 皇上要是不爱听 大可以把我杀了 你替父申渊 担心家人冒死求见 很有骨猎女之风 朕很喜欢 说说吧 有哪些官探你的账本呢 皇上要在黄河边 是安徽巡抚晋府 可有此事 有 他是第一个要杀的 什么 要不是他死守黄河大帝 早就要愧绝了 他何罪之友啊 我知道的是 这些官上上下下 没有一个不从我爹身上拿钱的 那晋大人也是清白的 他们都已经在陪葬 那这么说不杀晋府 也不交出账本 不设你全家 你也不交 皇上要是想知道 谁贪污了休敌银两 只有看这个账本 你要是不答应 把我杀了我也不会交出来的 你怎么事先不告诉我 难道朝廷杀人是 是让你卸私奉吗 反正贪管也多 杀一两个不要紧 我以为你是好心 我被卖为官妓 我娘年过花甲 还有成军黑龙江 卖为披甲者奴 好心 你是做梦吗 皇上 他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 这是朕来之前 你下的手谕 朕会设了你的全家 皇上 尽当人可是冤枉的呀 多谢皇上 设你全家呢 是因为两个原因 一来呢 是你救了成皇 二来 当初处置的时候 朕正在气头上 难免有些重了 皇上你不能杀金大人 朕皇你先出去 你的账本 朕不要了 杀不杀晋府有国法 朕不跟人谈条件 朕不杀晋府 不杀晋府 朝日时 打抗女人 引起来 你便宜了 我拥了 今天秋讯之前 这道坝还能顶得住吗 回皇上话 奴才已经带领六百河宫 昼夜抢修 修训之前确保万无一失 白粮建大坝修好了吗 也在修 把河宫和百姓们 全部都召集起来 包括所有河道官员 明日 朕要在这座堤坝之上 公开处决禁府 明日五时 河城居民到大坝 看奸斩禁府了 明日五时 河城居民到大坝 看奸斩禁府了 看奸斩禁府了 明日五时 河城居民到大坝 看奸斩禁府了 走走走走 这 斩禁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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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册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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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别做女人状 哪个庙里没有冤死的鬼啊 干了 王光玉的女儿想让你死 她非得见你死 她才肯交出河岛官员 探污的账励 皇上答应了 皇上明知道你是冤亡的 她还贴出告示 让河宫百姓和河务官员们 去关刑 若是用这条命 换来那个账牌 那得寄多大的功德 开始吧 廢 这 代进府 apprentice 皇上 rating家园 账牌 cały 进大人是选的 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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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进府叩见皇上 进府 你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吗 何妨失守 奴才犯的事 他应该做的事 就算了 他表现了 女人也扫养 我这个意外 她以为为在秦之中 他能扫养 他能扫养 她是个人 她是来自俩 她 有他们对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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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